陛下加大 公言陛下 龙方瑞祥碑 难道陛下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宣布 上次用此碑是本王成亲之日 怎会出现在此 参见陛下 众卿 典礼 谢陛下 有位 今天发生在城门之事 从此谁也不准再提 是 陛下 好 朕甚是喜欢 坐坐坐 坐 敬丞相 马家军多有得罪之处 虽受陛下圣卷不予责罚 但摘兴愿自罚一杯 请丞相大人不计前嫌 郡主言重了 老夫敬重马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 就依陛下所言 一笑敏恩仇 到此为止 是 摘兴啊 你能够安安心心地坐在这里 是不是应该 更感谢另一个人哪 是 陛下 伯王殿下 大恩不言谢 我的命是你救的 我与马家军欠你一份恩情 来日定会报答 摘兴 敬你一杯 有鬼 你看郡主和伯王是不是很般配啊 朕让其嫁与伯王做朕的儿媳妇如何 为父皇 儿臣也有同感 他俩郎才女貌 况且三弟至今尚未取心 可这做兄长的都要替他着急了 却不知三弟自己是怎么想的 三弟 天下未定 臣弟心系军武 未曾想过大婚 不认识 儿臣是怕怠慢了马郡主 父皇 三弟这话 就是拐州而答应了 郡主 你别介意 朕的这个儿子嘛 他一直都是 来头忙于料理君政 不解风情 这也听说了 你在奎州 对所有的求心者都是百般挑剔 你不会也对朕的这个儿子 堂堂夺王 看不上眼吗 陛下 郡主绝非 多下 朕没问你 皇族大婚 意义不止于儿女情长 你我君臣共结连礼 自然会消除靖国的一箭之计 也更加能展示朕对你的恩宠 以及马家军对朕的忠心 郡主 意味如何啊 难道郡主的心中另有所属 朕的伯王 配不上你 请陛下见谅 摘星心中 并无所属 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犹豫呢 只因国仇家恨未报 好 陛下 摘星愿与伯王婚配 只是恳请陛下 准我二人灭尽之后 再行大婚之礼 好 那你们两个的婚事 朕准你 完成心愿之后再行 朕将你许配给伯王 你和朕 就是一家人了 从今往后 搬到京城里来住 朕要替马英 好好地照顾照顾你 谢陛下 朕王 你不该和郡主 我来谢谢朕吗 谢陛下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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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日朕开心 张锦 在 从凤杯 赐伯王和未来的伯王妃 一杯酒 是 陛下 喝完此酒 好 你们俩 就在正式地定下婚事啦 忘记有我都怪 我爱上迷途的野兽 赔上自由 我站在对望你的路口 亲手埋藏这份温柔 好了好了 你来吧 起来吧 别说 看着你却不能 父皇用龙凤锐祥杯赐酒 可见相当看重此联姻 此奈皇家久违之大喜 恭喜三弟 马郡主 多谢二哥吉言 回去坐吧 走喜悦 祝父 赌尘 祝父 赞尽你们一个 谢陛下 跽 岔 尽手埋藏这副温柔 买上买上 就算再疼再爱 别再说 看车里却不能向前走 永远平行每一家族 好试成双吗 来啊 陛下请 陛下 摘星不胜久力 先行回房歇息 好 好 快去歇息 摘星告退 不王 五 银 稍 cere 四 二 竹